那么佛则以心传心 所以这个佛在这边 它就是一个最上等的时候用的佛 这个佛也就是佛的老师 佛这个佛就是佛的老师 因为这个佛修佛然后成佛了 所以这个佛是佛的老师 那么所传的也就是这个法 很上等的 我们在凡尘 所有的万象万事都称为法 纵然没有形象 是我们的心里所想到的 那也称为法 所以这个法的包含非常地广阔 所以这个法上等的法都是以心来传心 它的就是一个传承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在六层里面 最后那个六层 六层各位都还记得吗 讲讲看 对就是色声香味去法 最后面一个法对不对 那这个法各位写一写 我们六层的法跟字里面的法不一样 各位都了解吗 了不了解 了解它的差别点吗 知道它里面的意思吗 不知道 有的可能知道 有的可能还没有 知道没有很透彻 那或许就讲解一下 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 所面对的就是色声香味处 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对着色声香味处 收成叫五欲 五个欲望 那我们凡尘就是这五个欲望 在诱使我们造业 所以这个最大的我们的欲望 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根 对五层的时候所产生 那最后一个那个义 所对的就是法 那义因为是没有形象 所以不漏入那个尘 它不在尘里面 那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的这个感官 眼睛 眼睛没有肠意的地方 耳朵 鼻子 嘴巴 跟身体都一样 我们看到 听到 嗅吻到 然后我们嘴巴吃身体 刺摸没有地方来尝译 就是他看了一定要归入异地 在异地里面 他才有办法累积下来 所以把那个眼耳鼻舌身 所接触的外面的景象 全部都放在异地 那放在异地呢 我们称 就叫称为法 所以这个法 就是那个五层所漏泻 在我们异地的影子 影像 影子 这样听懂吗 五层色声香味处 然后漏在异地 落在我们那个第六的那个异痒 异地 那异地 我们能够想得出来 那个叫影子 我们摊眼 那个影子 这样了解一次吗 就是把我们所接触的 我们的感官 所接触的完成 然后呢 在我们的异地 流泉 那流泉呢 我们就叫法 所以这个法 它是一个影子而已 这样了解一次吗 跟这个上面 法则以心传心 完全不一样 以心传心 这个法 它是佛法 一个让我们成佛的 那个很重要的法 方法 那跟我们那个六层的法 是完全不同 这样能够分配得出来吗 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一样的文字 有不同的意思 那假如说我们在六层看到法 那个法 就是影子而已 我们攀岩外面景象的影子 在讲的范围啊 都是很小 那这个法 它就很大 已经呢 充塞整个宇宙虚空 那么这个法 是可以成佛的 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法 就是呢 以心来传心 心心相应 很重要的 我们就是了解 我们修持啊 也是要得到的 这个上圣佛法 让我们也都能够成佛 这个很重要 是不一样的 感谢观看